然後佳佑就說游過去 然後回來就是看你親情 就慢慢游就好 然後我們就說要游什麼事 然後子嫻就說告別事 然後他就在水裡面這樣 我們就想說他在幹嘛 結果他就突然說 多的事你不知道的事 然後我們全部就一直笑 聽說為什麼講冷笑話比較好 我講冷笑話還好 就是講一些血硬梗的部分 血硬梗那可以來幾個給觀眾 可以幾個給觀眾喔 我今天有幫那個 我今天在 在打球的時候 然後就是那個 曼姐跟榮榮有上場 然後呢 結果突然 我就想講一個加油的話 我就說 因為我平常都叫那個曼姐慢慢 然後我說慢慢來 然後就突然全場都超安靜 然後我就在講話 前幾方面有變笑話嗎 前幾喔 前幾的比較少 比較少 但有一次練排球的時候 就是我 反正那天就是練排球嘛 然後我就是拖球 然後第一球就是 德德接到了 然後他接到可是跌到了 然後我就拖球 我拖的同時我就 講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說德德站起來 但是我好像有點破音 我德德站起來這樣 然後他就叫他站起來這樣 然後前幾的就有笑出來 對 聽說就是榮榮是你算是 團寵 對 團寵 對 那你並模仿 榮榮喔 對啊 榮榮 榮榮都會這樣 榮榮都會這樣 他都會這樣 你 我們可以的 我們可以的 這顆球是淺姐 這顆球是淺姐 不能讓它掉下來 他有講說 你就是每場你才不會寫那個 比如說要接球 你會寫個接 然後就會吃下去 對啊 對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 這麼可愛的 就 小時候看那個麻辣仙絲 然後有一集是暈船的時候 然後那個男主角就跟女生說 你就寫安心 然後我就從那時候學到現在 哦 太可愛了吧 那在藍隊有沒有其他也好笑 那時候加油就說 游過去 然後回來就是看你的親情 就慢慢游就好 然後我們就說 要游什麼事 然後紫嫣就說 嗯 告別事 然後他就在聲音裡面這樣 這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嗎 然後後來 我們都沒理他 我們就想說他在幹嘛 結果他就突然說 多的是 你不知道的事 然後我們全部人就一直笑 他真的好笑 可是他都用一個 很淡定的臉 講出很多很好笑的話 等面笑這樣子 對 你只是寫什麼 大家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王 王 王 對 藍隊王朝我們要延續下去 他要吃掉